先生老師好 我們今天要報告的今天是 六盲星星演避勝策略分析 首先要介紹的是營業的動機 我們在客語的時候 我們來發現一個密集遊戲 稱為六盲星星 它是一種點的變形遊戲 我們嘗試改變遊戲規則 按按導師手的避勝策略 並連著它背後的數學因應 等著目的先討論三角形的星星 再推到六盲星空去驗證 2. 使用GrantyNumber 找出所有的情形看地為是 3. 找出先手的避勝策略 研究過程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是 林森的解釋 聽眾說話要衝回右腳輕數 或是心情數 它的形狀方是有靠奇的疾病 什麼是先手與後手呢 跟兩個玩家持一次的 遊戲開始時 會產生中心的安息 而另外一個玩家就是後手 普遍國異就是 雙方都很想要臉 研通數 在殘局中 當起子都連在一起的時候 成為一研通 如果有兩堆的時候 就是二研通 一次被飛 13顆起子的時候 最多只有七研通 然後我們也能做設備 以及器材 有紙 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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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手能放置的起子數 一般是為 多二方 減二 一加一 因為那個 六毛星是凹的 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先從正三角形開始做什麼 再推到六毛星中去練習 一馬規則 C腳情形 X腳勝於其子數 Y先排S連通圖情形 再排S-P 以此為連通圖時 以此被推 若S之情形只有一種 則不定一歪 最後為個子不定情形 定 若Y之情形只有一種 則不定一定 若Y之情形不止一種 則依須定一定 然後 然後 我們 我們以C3165原定 如果拿掉 紅色的那顆的話 它會指到C0 它的光聽量是2 拿掉兩顆的時候 它會指到C1 它的光聽量是1 拿掉中間那顆的話 它會指到C2 它的光聽量是2 它會指到1 它會指到0 它會指到2 所以它最少 它指到的最少全部的成數 就是3 我們把各種星星 畫在一張紙上 然後整理成一個表格 我們先把0 畫成為一個更新的 就是C1 C2 C3 C5 然後 我們來考慮 bronkey number 我們就舉C611為例 它拿掉一子的時候 有 以下這三種星星 它們的bronkey number 都是2 然後拿到兩子的時候 唯一連通圖的時候 有這三種星星 它們的bronkey number 都是1 然後 要分成兩顆的時候 我們就用 它的敬畏不敬畏的加法 來找出它的bronkey number 那我們在前面的圖表中 可以找到它的bronkey number 這個是0 這個是1 那我們就把它表成2 那我就把它表成2 即位 相加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 它的bronkey number 是1 那它又知道0 又知道1 又知道2 所以它沒有知道 這小分數就是3 所以它的bronkey number 就是3 然後 分成兩顆的時候 一樣按照前面的方式 那如果分成三顆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把它表成2 即位 0把它表成00 2 把它表成10 1的時候 把它表成01 相加之後 我們敬畏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它的bronkey number 是3 然後下表現是 6子內為一連通圖式的bronkey number 6子的時候 我們發現 那時候兩個星期的bronkey number 是1 其餘的都是3 那如果分成兩顆以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將它bronkey number相加 就可以找出它的bronkey number 接下來我們看到最後 弱乾手的修正 bronkey number 為0 是表示 拿下後一子的為勝 但是我們是拿最後一子為敗 因此 我們要做一些修正 當拿完一子 或兩子時 使得每一堆的bronkey number 揭曉圓1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就要多拿 或少拿一子 那我們就取C424為例 我們知道 一兩相同同行時 相加之後 它的bronkey number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圖形的bronkey number 是2 原本我們一定要拿到 下面的這兩子 使這個圖形的bronkey number 而定例 但是拿完之後 它的每一堆的bronkey number 會小為1 這時候 我們要多拿或少男子 但在這個情形中 我們都要少男子 所以就變成 對手我 對手 這樣就會造成我們的勝利 然後下表是 殘餘七指數 與連通數 還有排列的方法 個數 殘餘七指數 就是剩於 一子 兩子 三子 一子類推 連通數就是分成一堆 兩堆 三堆 一子類推 組合數 就是 平行 對稱 移近 旋轉 五界視圍先頭 排列數就是 平移 旋轉 五界視圍先頭 接下來看到先手 必勝的策略的玩法 分析 一 我們要先拿起 正中間的旗次 二 只要跟著後手拿 與旗盤中心對勝的旗次 三 我們要按照上述 若干手的修正 那我們照這個圖 我們就舉C C31為0 我們照相同的圖形 的bronkey number 上加後會美麗 那我這個圖形的bronkey number 就等於2 那我們就再舉這個 例子為例 先手要先拿中心的例子 後手拿掉3跟7 那麼先手 就應該要拿對稱的5和9 後手如果拿到4的話 先手就要拿8 然後後手拿走過的時候 先手原本一定要取8 但是拿完8之後 會使得他每一對的bronkey number 揭曉一對1 這時候 我就要多買 因此 我就會拿掉ab 然後 照成他 二 bronkey number 會給0 然後 之後 這樣就會照成我們的勝利 討論與結論 黃色的bronkey number 都是0 然後黃色的bronkey number 然後黃色的bronkey number 然後黃色的bronkey number 是1 因此只要能講過bronkey number bronkey number 或者分析同時利用其盤的對存心 以及可以計算出必勝的辦法 那這次有一個新聞是 人機世紀大戰 Google的人工智慧系統 Apago對戰南韓的棋王 最後是由Apago比南韓的棋王4比1 最後是Apago獲勝 那我們 我們這夯棋盤 圍棋的那個分析 大於其他遊戲 那我們 未來 將 持續遞回的方式 結合 AIA 神經王 計算 方式 然後找出 恩貝玩家的 關卡 畢生成員 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謝謝大家